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 哈喽,欢迎收听数位趋势这样子度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VV 我是科技大叔李玄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在下我在经济日报的专栏文章 它的标题叫做大公司真正的难处是什么 有趣 是,那其实科技浪潮一波接一波嘛 很多大公司它每年都会提出新产品或是构想 其后呢,就会有源源不绝的追随者 这些大公司看似都领风骚 但是呢,其实他们也蛮常会进退两难 举例来说,当净铃排放成为全球永续目标之一 世界各国呢,开始热衷于电动车产业的布局 台湾的鸿海科技集团也提出了MIH的电动车联盟 希望创造绝佳的使用者体验 并且陆续设立生产的工厂 招募供应链的伙伴 目标一旦树立 前阵子的鸿海日 它便展出了它的电动车跟巴士的prototype 的确是惊艳了消费市场 但后续呢,如何发展还需要观望 是,那Google在2013年就推出Google Galaxies 当初这项被定位为取代手机的一个跨世代的产品 功能不够创新 它能够做的事情其实是手机能做得更完整 再来眼镜上中有一个红点的闪烁 使用者感觉是非常诡异的 因此并没有掀起潮流了,人手一只了 那今年初OpenAI推出ChatGPT 开启了生成是AI的所谓的黄金时代 各国无不争先恐后开发自己的一个语言模型 微软将这个ChatGPT内建在旗下的它的浏览器叫做Bin之中 那无数的产业开始以这项技术为基底 开发适合自身领域的一些应用 是,那从上面几个案例 其实大家可以略质疑 而就是大公司它真正的难处 从来都不是开发出什么产品 而是呢,开发出的产品有没有办法引领全球 推动新产业的发展 或是让固有的产业升级或蜕变 苹果公司在2007年 它推出了第一支的智慧型手机iPhone嘛 从此呢,打开了数位汇流的时代 但这样的熔景 随着后进者的技术水平逐渐的提升 外形跟功能都能做到跟iPhone相似 也昭示了它需要下一个能够领先市场的星座 于是Apple Watch、AirPods陆续问世 几项产品呢,确实也逐渐普及 但利润仍远远不及iPhone 是,那今年的6月嘛 我们这个苹果公司 它展示了混合现实跟虚拟事件的 头戴式电子装置 那叫做Vision Pro 在2024年正式贩售前 其实市场反应仍然是难以评估了 未来5年、10年之后 大街小巷的人们会不会人人都戴着它的Vision Pro 虚拟头盔 但是许多人依然是怀疑的 那相较于这个新创公司 大公司有相对雄厚的一个资本跟该发的量本 但是若是一味地追逐别人创造的一个趋势 忽略地思考该如何让自己的产品成为市场的主旋律 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台湾是科技岛嘛 全球其实有非常多的高科技 产品设计跟制造的奇迹都发生在这里 在我过去有一篇文章叫做《元年经济学》里面 提到一个台湾的一个产业习惯 那就是呢 别人做什么 我们就跟着喊什么 当风潮退去 因跟风而成立的部门 散的散 灭的灭 景况是何等的凄凉 然而产业的养成呢 是需要长期累积的 假如说这个新兴话题经过评估后 对公司的发展是需耗大于成果 那么又何必盲目跟风 何不把力气放在更能稳定成长的题目上呢 回答了创办人黄仁勋先生 他在1999年首次提出GPU的概念 在此之前呢 Intel在内的CPU厂商他都坚信 图形处理是CPU的任务 并没有太多人支持将图形 独立到其他处理器的想法 当时的图形应用的话语权呢 大多集中在日本厂商 日系主机的CPU的发展又非常完备 丝毫没有GPU发挥的空间 不是 但转眼这个20年过去 这个科技日新月异嘛 运算量与过去 根本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加上Cloud Computing 云端运算 Chair GPT 大型资料库等等的应用场域 是越来越成熟的 回答也越深成为 AI晶片的一个龙头了 那黄云端运他曾经说过 投入新技术 不见得会迎来趋势 但是要是不投入的话 新时代就无法到来 这是高瞻原主 那回答挺过倒闭的一个危机 还有诉讼的缠身 又和强敌竞争 那当然能有今天的地位 创办人这个高瞻原主 实在是关键了 很少就知道 必须做出引领时代的产品 不盲目跟进 那台湾的大公司 是必须要认清 难处的核心正式在此 能不能引领风潮 对不对 眼光看得远不远 够不够坚持 就是濒临这个倒闭 它还是能够撑过去 最后才能成为 今天的一个龙头 想到这里我们就觉得 感触还蛮深的 像我跟Vivi合创这家 深圳世才科技 其实我们对声音内容的 一个解放跟想象跟创意 真的不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我们有非常多套的想法 那我们跟大公司是不能比的 他们资源好丰富 对不对 我今天要有他们那样子的资源 我总能做出十套百套 不一样的声音的相关的产品 可是我们现在只能做一套 是不是 这就是公司大小的那个差别 我们能量根本是人家的 这个是蚂蚁九牛一毛 但我们有这么多的创意 我们好羡慕它 他们这么大的公司有这么多量人的公司 反而他们经常局限他们的创意 就是只能做一个follow 跟着别人 殊不知在数月汇流时代 做follow 根本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像是Google 它叫我们家大业大 这么大量人的公司 对不对 它推出来了Google的一个社群 social media 结果最后是以失败告终 你看 你做个follow就是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创新的一个想法 这个失败失败到我都不知道 Google有开发过social media 我还有加入他们 真的 那最后你们跟个鬼城一样 其实没有几个朋友在里面 那你之后退出了 对不对 好 那以上内容报到这边 告一段落 我是K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人 做家文文学人VV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